鲁班是大家都熟知的一位古代发明家 家里常备的巨子就是他发明出来的 但是他还有一项半途而废的发明 可以说是看上去挺高大上 但是还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想知道是什么的 给熊约点个小红星 接着往下看 这项发明就是木雀 被称作中国最早的无人机 虽说挂着的名号还挺好听 但是这项发明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它是以竹木为材制成的 可以在天上飞行三天三夜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小故事 由于制作出了木雀 鲁班为此非常自豪 有一天他就把这个发明 展示给同样做木工活儿 非常出色的莫子先生看 不料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莫子说发明这些空有其表的东西 还不如去发明一些实用的东西 这不过是华众举宠罢了 也确实 木雀除了自己能飞三天三夜 其他啥也干不了 莫子先生制作东西 又讲究实用性 也难怪鲁班会被批评 不过莫子先生的这一番话 却把一个发明飞行器的心 给浇灭了 鲁班听后也认为自己玩物相智 于是 凡然醒悟后 开始潜心研究一些 实用的发明 也正因如此 木雀的制作方法 便这样失传了 虽说对于当时 确实是中抗不中用的发明 但是在现在看来 木雀还是很超前的 而且手艺的失传 属实令人心痛啊 我可以试试一下